天地万物 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位置 一旦脱离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很容易陷入困境及险境 好比小鸟以森林为家 如果某天失去了森林 在电线杆上岸家 就有被电流击中的风险 同理如果身在河里的鱼跑到岸上来 过不了几分钟就会丢失生命 生活充满了未知 动物虽然早已适应了野外的生存环境 但也有不小心闯入雷区的时候 尤其是那些小朋友 可能一个贪玩就卡在了路上 视频中这只小家伙 因为贪玩就回不了家了 在慌张无助之下 哭得特别伤心 让人听了心疼 那么他后来怎么样了 这一天两名男子到海边玩耍 并散步到了一片礁石崖岸上 一边聊天 一边沐浴呼啸的海风 心情格外舒爽 然而在阵阵海风与海浪声中 他们却听到了隐隐约约的哭泣声 一开始他们以为自己听错了 于是竖起了耳朵又听了一会儿 发现真的有哭泣声从崖岸下方传来 他们面面相去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有人遇到了危险 于是急忙踩着礁石朝崖岸下方赶去 走进那道哭泣的声音时 他们发现前方的礁石沟里有一坨黑色的东西 于是停下脚步继续听 确认哭泣的声音是从那坨黑色的东西那发出来的 为此他们猜测 受困者不是人 而是一种海洋生物 确认声音的来源从未知的黑色海洋生物发出后 他们继续赶过去 随后惊呆了 只见摆在眼前的是一头小虎精 它可能是贪玩 处于好奇跳到了礁石上 结果没有了水的推动 它就被困在了礁石上 无法动弹了 也许是听到有人在附近活动 也许是被困在礁石上着急难受 小家伙发出了振振伤心的哭泣声 也因此将两名男子吸引来 那么两名男子救它吗 毕竟在人类的认知里 铁形庞大的虎精是一种凶残的哺乳动物 他长得也很健硕 但是视觉上 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狠角色 不过那只是人类的认知罢了 不管怎么说 虎精平时也是在海洋中生活 那么他们的家园 原本与在陆地上生活的人类 井水不犯河水 如果人类强行闯入他们的海洋地盘 进行一些捕捞活动 他们做出捍卫自己地盘的行为 似乎也没什么不对 所以凶残与否 还需分立场和情况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去思考 这两名男子发现哭泣者是小虎精后 会不会救助他呢 再者 一些人本就想捕捞海洋生物 赚取一笔利益 不知人世险恶的小虎精 用哭泣的声音吸引来人类 会不会直接惨遭毒手 世界上虽有不少坏人 但也有很多好人 很幸运 这可怜的小家伙遇到了两名好心人 他们看到求助者是一头小虎精 决定帮助他返回大海 只是救助小虎精 不是单纯地把他搬放回海里就完事了 他们得考虑一些问题 比如 这头小虎精被困了多久 身体有没有受伤 被困期间身体状况如何等等 考虑到自己不是专业人士 为了谨慎其见 两名男子给当地的动物协会部门打了电话 反馈了小虎精受困的情况 动物协会部门了解了情况后 带上了救援用品 驾车赶往了现场 然后为这只小虎精的身体健康状况 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 经过检查他们发现 这只小虎精受困在礁石上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所以严重缺水 在将它放归回大海以前 需要对它做急救治疗 否则小虎精很容易因为脱水而恢复不过来 为了救小虎精 救援人员将薄布盖在了小虎精身上 并为它洒水 用这样的方式 让小虎精慢慢缓和过来 这就像人的眼睛做完手术后 不能急忙睁开 需要蒙上一块布 帮助眼睛调整修复 重新慢慢适应光线 救援人员为小虎精盖上薄布并洒水 使得小虎精重新获得了水分的滋润 并能够有效保湿 就这样 经过六个小时的保湿补水 小虎精慢慢缓解了脱水的状况 体能也渐渐得到了恢复 看到小虎精恢复得差不多了 救援人员又反复检查了它的身体状况 确认它没事后 合力将小虎精轻轻抬起 将它送回了海里 可怜的小家伙 具体在礁石上受困了多长时间 我们不清楚 但从它严重脱水的状况来看 它已经被困了很长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 它肯定很害怕 毕竟它是海洋生物 到陆地上来 就像人掉进了水里一样 是非常痛苦和无助的 想必它受困期间 身上的水分一点一点的流失掉 而海洋近在眼前却游不下去 这种感觉跟鸟儿被关在笼子里没区别 只是鸟儿被关在笼子里还能活 它搁浅在了礁石上 生命随时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据了解 这只小虎精原本是和同伴一起在海边玩耍 可不想在玩耍的过程中 在海的潮涨潮落中 不小心就搁浅在了岸上 就跟人类小孩年幼无知跑到岸边开心玩耍 不小心掉进了水里是一样的 被困在礁石上后 他就无法跟随同伴回去了 只能无助的哀伤 悲伤的哭泣 幸好遇到了两名到附近玩耍的好心男子 于是哭得更大声了 最终获得了他们的帮助 不得不说小家伙很有灵性 懂得在用哭泣的方式大声哭泣求救 当时他已经严重脱水 能够在海浪声与海风声中 发出阵阵哭泣声 可见他使出了多大的力气 当然也有一个可能 小家伙实在是太难受了 在撑不住的情况下 悲伤绝望的大声哭了起来 没想到幸运地遇到了好心救助他的男子 这头小虎鲸如果没有获得好心男子的救助 他有没有可能自己回到海里呢 其实也是有可能的 那就是等待海水来个大涨潮 没过他搁浅的礁石 他便能重新回到海里 但想在脱水以前等待涨潮 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 危险是很大的 小虎鲸不一定能撑到那个时候 且如果涨潮时 小虎鲸已经严重脱水 即便他能够回到海里 突然的温度变化和环境变化 他的身体也会吃不消 好在小虎鲸遇到了两名好心的男子 并获得了动物协会人员的救助 得以重新回归大海 而在救援人员将他放回海里的那一刻 他开心极了 同时有些蒙圈 带反应过来 他望了望海岸上的救援人员和两名男子 似乎在表达对他们的感谢 徘徊了一会儿后 小虎鲸游向了远方 去寻找自己的伙伴 与他们团聚 相信经过这一次的冒险 小虎鲸以后不会淘气的到岸边玩耍了 也祝福他 未来能够平安开心的生活 动物在遇到危险时 会向人类求助 是多么的有灵性 人应当与动物和平共处 爱护海洋环境 让动物们也有平静的家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